民眾拖著行李箱提著大包小包 前來東港港口搭船 山陀的颱風來勢生生 往返東港小流蟲末班船 將會提前停駛 有遊客因此趕緊從外島返台 但也有人趁著船班停駛前 出發遊玩 提前趕早一班的船搭回來 算提早回去 飛在一起 雲林 今天來回嗎 會不會擔心因為颱風要來的 會影響到機車 離島住戶跟遊客兩樣勤 一早很緊張準備好一箱箱物資 裡面裝了雞蛋 茶葉等等 防臺用品準備帶回家 箱子把船艙都塞滿了 食品業者也把握時間 一早騎著機車前來送貨 呼籲業者也趁著颱風來席前 將一箱箱怕水的電腦主機 搬到船上送往琉球 怕是不是颱風進來沒辦法送 對 不然明天就沒辦法了 兩天 今天是因為颱風趕快把貨運過去 颱風來襲前送物資就是因為三十號 東流線末班船提前停駛 東港往小琉球開船時間為下午三點半 小琉球到東港則是下午四點十分 而且十月一號二號 東流線全面停航 會停多久全看颱風怎麼走 船隻需要做那個套補的準備 後天的影響比較距 浪高跟海礦都比 評估下來都是達平行標準 不適合開船 十月三號我們會再評估海礦 然後再做緊急的通稿這樣子 要是錯過末班船 最少得等兩天才會遊船 因此民眾業者全都動起來提前做準備 要趕上最後一班往返船隻 華時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 我是蔣心梅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時新聞YouTube頻道